蹬腿正汤 360 他转了360 他登钢回环360 后跃尺高档 然后借帕空翻 异地连接 你看他现在就是转了180 这样他两个动作都能做 180和360 两个翼组 后摆 并腿叶格 他前面有个登钢180 登钢360 下摆后端两周 547度一下 穆斯塔芬娜当之无愧是多次参加大赛的冠军 他挑战的难度系数6.5的干上动作 完成得无懈可击 遗憾的是好像没有金牌 果然不出所料 公正言明的裁判最终给出了15.033分 最后第一次参加大赛的黄慧丹首战告捷 为中国队夺得本届世锦赛第一枚金牌 而我国另一名小将姚金南尽管没有夺得金牌 可是如果没有事与愿违 就凭借着难度系数高达6.9的动作 足以获得一枚奖牌 看完本场比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大家踊跃评论